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立翔 把药喝了吧 立翔 别逗了 咱们逗不过那帮官官相护的败位 他要名册 你就给他吧 我不能辜负贺大人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一定要面见圣上 亲自交名册 可这要付出多少代价呀 在这呢 你们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放开他 坐下 你们干什么 坐下 你们干什么 坐下 别动 老大 放开他 你把他放开 你已经把他打成这样了 你还不肯放过他 他究竟犯了什么错 他为了正义 为了朝廷的清廉才冒死进京 你身为官府之人 拿着朝廷的俸禄 你草奸人命 探赃王法 你根本就不配做官 你连草民都不如 你后悔吗 如果现在把名册交给我 还能保住你一条小命 你最好是打死我 否则我一定告到皇上那儿 我不仅告贝勒爷 我还要告你 果然是条硬汉子 贺玉龙没有看错人 冷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人 宫里来人了 等着要见您 到底还是来了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大人 那 别让夫人来找我 是 大人 周欣 夫人 老爷在里面吗 老爷正在谈事 夫人还是回避吧 老爷 老爷 詞曲 李宗盛 此了 請 是京城來的人嗎 帶來了什麼消息啊 立翔見到了皇上 交了名冊 皇上下旨答應鎮除貪官 肅清刑部內奸 找出謀害顧命大臣的元凶 好了 我的心願已了 那這樣我們可以去過我們想過的日子了 皇上不讓你賜官呢 為人臣子就要鞠躬盡瘁 死而後移 大臣 如果我 如果我不能實現曾經對您許下的承諾 你會怨恨我嗎 能夠回巫鎮當然是我最大的心願 但是能和大人開開心心 快快樂樂的生活 在哪裡都不重要 對了 算日子立翔該回來了吧 我要等他回來 等他回來 他這次奔波勞碌 出生入死 我們是要好好謝謝他 是啊 立翔 大人在等你呢 請 你一定要搬去 あと兩人去找吧 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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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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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你为什么不喝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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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呢 大人 李香 大人我照顾好丹萍 我不答应 我不答应 我会让你自己照顾丹萍 大人 我对不起丹萍 对不起孩子 可是我没别的选择 大人 李香 有什么这么做啊 李香 你答应我 把我照顾好丹萍 爱我未出世的孩子 这是 这是我最后的要求 走 我求你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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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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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啊 不能啊 大人 还有我们那未出世的孩子 这是我最后的要求 算我求你了 你不能想吓我呀 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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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怪我吧 真是对不起 这两天忙坏了 日子都过糊涂了 小笼包 都忘了帮你做了 我真的好想你 我知道 我知道皇上的旨意不能违背 可是我怎么办 孩子怎么办 丹萍 你别担心 我答应过贺大人 会好好照顾你们母子 我 我一定会替贺大人报仇的 都没用了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我是心疼大人 你 受了那么多畏惧 受了那么多伤害 她是为了正义 为了朝廷 丹萍萍 你别难过 你要振作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你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养好你自己的身体 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生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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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大人这样好的臣子 一样会有这样的命运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也不知道 只能先把孩子生下来 一龙一走 我什么都不愿再想了 为什么好人的命运总是这样的 这都是注定的 一龙注定命该绝 丹萍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养好身子 要是情绪差 对孩子会有影响的 不如这样吧 我过来陪陪你 好啊 有个人陪我说说话也好 这样我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那就这么定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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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今天这么有空啊 我来找大妈的 你在干什么呀 娘又犯病了 说这房上有一窝鸟 吵到老睡不着觉 娘说这鸟叫得跟讨命似的 这不叫我把鸟我给捅下来吗 大妈病得这么严重啊 也没那么严重 时好时坏 病好的时候跟没事人似的 这一犯起病了呀 就跟中邪一样 不过今天没事 她正在客厅呢 你去找她吧 我去看看她 李翔来了 坐吧 大妈 您怎么知道是我 现在车架就没剩下几个人了 叫不声我一下就能听出来 再说你刚才跟韦德在外面聊了好一会儿了 我都听见了 原来您 原来我没有疯啊 没事儿 没事儿 我好的时候啊 就是这样的 生起病来呢 可就不这样了 可是 我也记不得都发生过什么事了 大妈 慢慢地会好起来的 大妈 慢慢地会好起来的 还是你对我好啊 对了 怎么样了 金茂翔怎么样了 目前只是在维持着 情况不是很理想 没事 没事儿 没事 没事 这也为难你了 本来现在的生意啊 就不是那么好做嘛 时局变换太快了 经理传来的消息 现在朝廷分成好几派 对洋人的态度也不一样 不同的省份也是各自为政 是啊 这朝廷一天一个样 咱们金陵城也是一天一个样嘛 如此动荡不安 机会不小 但是风险也不小 没关系 反正金茂翔已经是你的了 你有什么想法 你就只管去做吧 我觉得金茂翔的发展 应该要跟得上潮流 你什么意思啊 也许 目前的生意 有所改变就行了 改变一些什么呀 你准备怎么做呢 我最近的事情比较多 对金茂翔的关心少了一点 不过我觉得是应该换一换 换什么呀 该怎么换呀 都无所谓 我不是说过吗 这金茂翔已经是你的了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谁让我们彻家 没有一个争气的呢 你们不得了 对不起 我会尽力的 你没有 没有对不起车家 你是对不住你自己 大妈 大妈你别生气 你先坐下 大妈 你先坐下 大妈 大妈 他怎么这么说 大妈 不过 打他 呀 我 家 小伙子 你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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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 我只是照办 我真不知道啊 我发誓 我不不 我真不知道啊 怎么了 小姐 你快劝劝吧 这大少爷说什么也不吃啊 怎么 现在对我们这么有戒心啊 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不过这是我们香满楼请你吃的最后一顿饭 小姐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 你不知道吗 车大少爷已经改邪归正了 人家现在已经心有所属 为了心上人不惜天天下地干活 过平淡人生啊 可惜啊 恐怕以后没什么闲钱到我们香满楼来了 王强 王老板 说话别兜圈子 是 这可是真话呀 这顿饭是本小姐 为了感谢车大少爷 这些年来对我们香满楼的捧场 要不是看在朋友一场的份上 我何必如此破费啊 你以为这些东西便宜啊 即使是京城里来的人 我都未曾如此款待过呀 那我就多谢了 说实话呀 小曼长的梅青木秀 你可要好好珍惜呀 你恶心我是不是 我又怎么不对大少爷的心 王老板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 一定要追到小曼 嗯 怎么了 你都陪他下地干活了 还没有得到他呀 你太不值了 哦 我终于明白了 你又明白什么了 我终于明白 我终于明白车家 为什么会败家了 车家原来就只会生出白痴情种 一个还不够又多了一个 还做什么批生意啊 王老板 请你说话客气点 我说错了吗 你看看你娘 为了车家 不惜一切代价 这种女人 我佩服 再看看你 为了一个不招编辑的女人 宁愿将金茂祥 拱手让给那个姓高的小子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我承认 金茂祥是姓高那个小子 给抢走的 可是我没有忘记金茂祥 不过我也承认 我输了 输了可以再来呀 金茂祥你都抢不过姓高的 你凭什么以为抢女人你会赢啊 因为我相信 总有一天我可以夺回金茂祥 总有一天我会赢得小曼的心 你神经病啊 我问你 一个连衣袖都不让你碰的女人 还会为了你投怀送抱吗 李翔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看看 你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的 你是不是信不过我 啊 金茂祥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你别误会 我没误会 对不起 最近我因为小曼的事情 很多事我都顾不上 好 脾气也大了点 我理解 有些话 还是说出来好一些 能告诉我 小曼她为什么不肯见我 李翔 我准备过几天 就回山西老家了 我要把贺大人的骨灰 带回山西去下葬 好 这也是她最后的心愿 本来夫人也要跟我一块回去 但是她最近身体不适合出远门 我想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她的 你来干什么 没别的意思 我们家老板让我来送一封信 你们家老爷现在在哪儿 在香满楼等着您哪 请吧 李翔 李翔 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 你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这 这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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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还要天天诵经赎罪呀 这儿不欢迎你 请你走吧 你越赶我走 我就偏不走 你还真的是越看越漂亮啊 要是废话说完了 要是废话说完了就请出去吧 我还没有讲到正题呢 我可没兴趣听你说的话 没兴趣 可是靠立祥就有兴趣听我讲的故事 你什么意思 你紧张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你搬到教堂里边来了 你是想让中国菩萨还是外国菩萨保佑你啊 真是太可笑了 杀了人 菩萨是不会救你的 害怕了 本来嘛 本来嘛 世界上就没有几个人能守得住秘密 听为人说 是你爹都四高丽祥他娘的 你胡说八道 我看不见得吧 否则 你怎么一个人躲到这儿来了 你胡说 胡说 全都是胡说 全都是胡说 好 反正这个故事这么有趣 我一定会告诉高丽祥的 再或者 可以找两个唱戏的 编成小曲到处在酒楼里唱一唱 就这么办 等一下 小剑 我求求你 你不要告诉丽祥 从今以后你让我做什么事都可以 我只求求你不要告诉丽祥 他会受不了的 他会受不了的 来不及了 娘 他为什么要杀我娘 是我们徐家对不起你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 我也不知道 我还能跟你说什么 一句对不起就能算了吧 他是一条人命 他是一条人命啊 凌翔 我对不起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 你 我不想听 我只要你告诉我 你 为什么他要害死我爹娘 为什么 你告诉我 为什么他要害死我爹娘 为什么 是不是我爹娘跟他有什么国籍 你告诉我 你 什么时候我爹娘知道了他什么秘密 你告诉我告诉我 是被彻遇贵逼的 是彻遇贵逼我爹这么做的 是彻遇贵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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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彻遇贵逼我 是彻遇贵逼我 他不敢告诉你 也不敢告诉我 我怕你会受不了 所以你就大错一直瞒着我 你大错瞒我到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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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